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学者在下面里面留言 什么叫习正 习正我告诉你 你就是要宗教信仰 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指挥朵树讲座 我今天邀请了一位 他也懂指挥朵树 所以我们也按照 方外人的同步断结的公司来彼此进行交流 那就建立一个交流的模式 提供给收看我们指挥朵树的学者 来 我们就进入实际案例的进行 老师好 我想要提问的问题就是 我的阴煞业力心在成位是本命的交友工 那主心是贪狼 就是阴煞跟贪狼同工 就是想请教2022年如何趋极避凶 我个人比较在意的是自己的健康 还有工作方面 那如果要执行替代方案的话 应该加码在哪一个面向 才可以达到顺利的趋极避凶 我们直接用命牌来进行讨论 比如说你看 你刚才提到的 你要的是健康跟工作 对不对 那事实上影响你健康跟工作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颗阴煞 我现在给你解释公式 你看交友工对不对 贪狼跟阴煞同工 所以第一个启动阴煞的一定是贪狼 那我们要看贪狼 这个贪狼来自哪里 就要看哪一宫的宫肝造成贪狼化剂 有没有 命宫 对 你看你的命宫 生年肝加上命宫 双重 切记 这个就是你潜在以生寄来的使命 也就是你以生寄来的暗黑面 你必须去面对它 那这一位写者 他的命宫又是什么 又是癸肝 那什么意思 就是他以生寄来的暗黑面 透过他这一次的命宫 命宫代表精神 代表钱财 最重要当然是精神 你的起心动念 因为你的起心动念 牵引着你以生寄来的使命 暗黑 或者是你必须去完成 必须去面对的 他启动了贪狼化剂 记得我们的阴煞 本功最重要 第二是对功叫迁迷功 这个叫什么 冲 再来三方四正 对功叫四正 然后逆属五 顺属五 以阴煞为本功 以这位写者的案例来讲 他的阴煞在交友宫 他的队宫就兄弟宫 所以兄弟宫的这一个武器 对他来讲也很厉害 当然命宫这一颗最厉害 然后顺属五到子女宫 逆属五到了哪里 逆属五到了这个父母宫 这样会了 我觉得公司都讲得很清楚 你一定要用你自己的命盘 实际的操作 那这位命主的问题 我们现在就逐步来回答你 就是说启动你的 第一个严重的就是魁肝 魁肝跟你的生命肝同肝 它就是你以生计来 跟你这一次 你从会有思考 会有一起心动念 就牵引着阴煞 但是非常好的现象就是 贪婪喜欢化剂 喜欢化剂它可以习正 很多学者在下面里面留言 什么叫习正 习正我告诉你 你就是要有宗教信仰 不管你信仰什么都OK 但是你要很真诚地 落实你的信仰 那因为你起心动念 就牵引到它 所以它立马就启动了 我们记得 只要启动的公位是命宫 是官路宫 是财博宫 似同一体 因为命财官一体 掌握这个公司的研究 我今天把公司讲得 非常的清楚 用实际案例来交流 这个三个启动 其实都是一样 离财为养命之言 你这一辈子不可能 没有钱 你就没得换吃 所以是一起的 那我就要继续来 请问老师 讲到这个英煞叶利欣 那也跟这个灵异 那我也能够接触沟通 有这样的联系 可是要怎么样 才能够去 对我的健康工作 达到趋吉避凶的 一个最好的效果呢 谈到工作 一定是官路宫 因为官路宫 再解读一下 官路宫代表的 就是工作跟运途 而我们指挥斗数 方外人的指挥斗数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官路宫 官路宫叫气数位 是你命宫的气数位 决定你一生的运途的成败 你看你的官路宫是乙干 对 乙干让太阴怎么样 制化剂 官路宫的乙干 如果制化剂 表示什么 你只适合当个领固定薪水的上班族 现在是上班族吗 是 现在知道了 你目前的工作了 所以你已经进入哪里 42到51岁 42到51岁 这个大线一进来 叫时间启动 时间启动 你的官路宫 代表工作的乙干制化剂 是个上班族领薪水的 这一进来之后 时间再加启动 什么意思 记得 这公司很重要 因为他是担心 只要做一件工作就好 双星的 一定要做两份工作 除了你有自己本职的工作之外 你还要很专注的去从事第二份工作 这份第二份工作的量 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跟你那个本职原来 领固定薪水那份工作 要等量 所以你42岁 50岁 到51岁 这个大线一进来 就启动 乙干就变成你要做第二份工作 所以你的第二份工作 无论做什么 但是当然我们就很建议你 因为启动了银杀 所以这个大线应该要从事 跟灵界有关系的 好 这是工作方面的问题 这叫大线启动 那么大线启动之后 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 你的官路工因为是字化 如果是代表的是官路工 这个工位代表的是工作 他有字化 如果他代表的是气数位 他没有字化的问题 就在这个位置 他一启动之后 就冲呼气功 冲呼气功 这代表什么 代表失业导电隔级 你的工作的问题 在下一个大线 进入52到61岁的时候 这个还有三年 要亦做准备 我们等下次再探讨 那我们直接把它切进流年 我们同步断节 就是要天地人合一 那么今年2022年 充公成为流年的第六位 是不是急恶功 厂屋还有身体 其实被冲都非常危险 因此一定要化解 一定要应用替代方案 一定要应用布局 老师 那因为健康很重要啊 它就是一个人的根本 所以啊 我这个替代方案 要怎么样做 才能够避开 或者是我如何运用布局来化解 那如果我这两项没有做好 那我的下场后果会是什么 我们先讲下场 你既然愿意坐在这里跟我交流 你假如愿意用替代方案 愿意布局 就没有下场的问题 除非我们现在散伙 你请走 我收摊 你去面对你的下场 所以你刚才提到下场的问题 没有 因为你愿意继续坐下来跟我交流 就表示你愿意寻找替代方案 跟布局 我们先讲替代方案 最重要的 因为它是事业导电割击 不是导事业就导身体 对你现在这个年纪来讲 也不能导事业 没工作不行 那也不能导身体 导身体就完完了 所以很重要的替代方案是什么 我们很重要 一定啊 直接用的替代方案 在命盘迹象里面 就是要让这一颗太阴怎么样 画路啊 记得公式 路 解 记 然后路解记 所以能够让它画路了 一定要寻找 你命盘之中的丁杆 丁杆是 因同基 记 所以一定要寻找丁杆 那你的丁杆在哪里 在 迁移工 也就是你的替代方案 一定要跟你的社会活动空间 跟你的人际关系 进行什么 交流 可是呢 这个阴煞 是因为你起心动念 记得哦 把这个脑袋放清楚 你的起心动念 会牵引阴煞 要理解 所以你在社会人际关系 活动关系 去跟人家交流的时候 你一有起心动念 阴煞就启动 所以你要跟人家交流的内容是什么 这样应该很清楚 一定要去交流有关阴界的事情 有关修行的事情 有关命理的事情 有关西洋 什么都行 就是一定要带上 灵界的 因为你的起心动念 去跟社会活动关系 人际关系交流 才能化解你的替代方案 所以你从42到51岁 逐步逐步的 其实现在在跟人家交流的内容 也几乎是跟灵界有关系 尤其这一两年 你几乎投入的心力 比你本职的工作 心力还多 那你就符合了什么 第二份工作 还有你符合了 应用替代方案来化解 入解剂 还有炒股本身 就是一个什么 替代方案 炒股合伙 很重要 合伙 所以人际关系 为什么跟你讲要合伙你知道吗 迁移工是什么 是夫妻工的财博 夫妻工是合伙 但是不能跟自己的配偶 同机人合伙 所以你要找一个合伙 合伙人出钱 你也出钱 两个人出钱之后 共同去做炒股 炒股就是一个社会现象 一个人际关系 还可以提供社会财 所以这个替代方案完成了 祝你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 周证 si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了